不管怕受傷或是凋解 我已經聲明說 盡量凋解盡量好解 你像這個 一定要去申請比價型的毒貨甜品 那叫儲物填本 儲物填本裡面就要你記載 翁姓者翁姓的一期 你就為那種才算去 六五月來要申報以三歲 如果六五月沒辦法申報以三歲 你還要申報以三歲圓展 我剛才說這件案件比較特殊的是 比價型人的價型人 比價型人的價型人就是這樣 朱祿 伯母 兄弟姊妹 還有祖父母 祖父母當然包括外祖父母 這就是你自己去宿航 當這些人都拋去價型的時候 跟借款人已經去的堆 比價型人 他是借母人的所有的財產 所以 我們就說 像這個遺產管理人 也要申請 要申請 要申請 遺產管理人的貨甜品 這是國稅圈 以前 約定 約定 這個比價型人的 他爸爸 比價型人的 他爸爸的財產 當時約定 1300萬左右 1300萬左右 那時候稅率比較高 稅率比較高 現在稅率有10% 20% 以前稅率相關4-50% 我有記起王英勤的禮 你們聽嗎 王英勤 王先生的時刻 他是最高稅率 另外就是 我有說 返國走過必留下痕跡 像這匯款的紀錄 這走不去的 我為什麼會說 要對這間辦公設備的資金 當時我們匯1,000 60幾萬 入了這個口座 和這個1,000 60幾萬 走到 他說比價型人開啟 但是他跟比價型人 所了解的情人 他說 他的錢開啟到 他開啟到 不就沒關係 我們就說 比價型人的第20章 去農飛釣這個 知識 和飛入的名詩 他抽絲剝繭 正藤摸瓜去堆 那是不是很清楚 不要飛 飛不好 那你像這樣 比價型人 心情什麼 小弟拍的作用 心情拍的 土地的作用 是 什麼人不是出租人 是比價型人 是出租人 這樣大家應該聽清楚我意思 所以我這個來龍氣脈 都一定要 一一講給大家的價格參加 再度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